大家好! 今天我们要聊的是Windows11里一个隐藏大佬超级管理员账户。 他不像普通账户那样显眼,却掌握着系统的最高话语权, 不用等USC弹窗确认就能直接操作所有系统功能。 比如你装一些软件时,普通管理员账户可能反复弹窗要授权, 超级管理员账户却能一路绿灯。 但千万别把它当日常账户使用,就有用户用超级管理员账户浏览网页, 不小心点了钓鱼链接,病毒软件直接删掉了系统备份, 最后只能重装系统,这就是无UAC保护的风险。 接下来,我们就一步步教你怎么安全启用, 禁用它,还会加一些实用技巧哦。 大家好,在这个视频里,我给大家分享四种启用和禁用 Windows超级管理员账户的方法。 那有两种方法是通过命令行来实现, 有两种方法是通过图形界面来实现。 在开始之前,我们先来看看普通管理员账户和超级管理员账户的区别。 那我点一下开始,大家看我当前这个账户的名字叫Hello, 它就是一个普通管理员账户。 那如果我登陆Hello这个普通管理员账户之后, 右键单击命令提示符,点击以管理员身份来运行这个命令, 那么它会弹出一个用户账户控制的窗口。 那在这个窗口里面,它会向你咨询, 是不是允许以管理员身份来运行命令提示符。 那如果你点击是, 它就会以管理员身份来运行这个命令提示符。 如果你点击否, 那这个程序就不运行了。 那这是普通管理员账户。 那我们现在再来看看超级管理员账户。 我们点击开始财单,点击Hello, 因为我现在已经激活了Administrator这个超级管理员账户。 所以我点击这个超级管理员账户, 点击登陆, 它就登陆进了超级管理员账户。 那我们在这个里边搜索CMD, 也右键单击命令提示符, 点击管理员身份运行。 你看, 它直接就运行了, 而没有含出一个对话框提示你, 是允许它运行还是不允许它运行。 因为超级管理员账户是Windows里边拥有最高权限的账户。 所以以这个账户的身份来登陆进来, 就可以以最高权限运行任何一个Windows应用程序了。 所以Windows为了安全缺省就会禁用这个超级管理员账户。 那现在我就给大家详细介绍一下这四个启用和禁用Windows超级管理员账户的方法。 那我们先来介绍第一种方法, 如何在Windows命令提示符里边通过命令来启用和禁用Windows超级管理员账户。 我们点击Windows搜索栏输入CMD, 右键单击命令提示符, 点击以管理员身份运行, 点击是, 这样就以管理员身份打开了命令提示符窗口。 我们在命令提示符窗口里边输入NetUserAdministrator, 空格斜线Actual号YES, 回车它显示命令成功完成, 那这样超级管理员账户就已经被激活了。 那大家注意一定要以管理员的身份打开这个命令提示符, 否则的话你在执行这行命令的时候会出错的。 那这时候我们点一下Cash菜单, 点一下我们当前这个账户Hello, 你看这多了一个Administrator这个账户, 那这个账户就是超级管理员账户。 那我们如何通过命令行把它给禁用呢? 运行这行命令, NetUserAdministrator斜线Active冒号No, 回车, 别显示命令成功完成, 这个时候我们再点击Hello, 你看这就不显示Administrator刚才那个账号了。 我们现在再来看看PowerShell里边如何启用超级管理员账户, 我们在搜索里边输入PowerShell, 右键单击WindowsPowerShell, 点击管理员身份运行, 点击是, 打开了WindowsPowerShell这个窗口, 如果要启用超级管理员账户, 我们只需要运行这行命令, Enable横线LocalUser空格, 横线Name空格, Administrator, Administrator是超级管理员账户的名称, 用双印号扩起来, 回车, 那现在我们点一下开始财单, 点一下Hello, 你看这个Administrator账户就已经启用了, 如果要在PowerShell里边禁用Administrator这个账户, 只需要运行这行命令, Disable横线LocalUser空格, 横线Name空格, Administrator, 回车里面, 我们再点击开始财单, 点击Hello, Administrator那个账户就不见了, 已经被禁用了, 那这两种方法就是通过命令行, 来启用和禁用, Windows超级管理员账户的方法, 那下面我再给大家介绍, 如何通过图形界面, 来启用和禁用Windows超级管理员账户, 如果你的Windows是Windows专业版, 企业版或者教育版, 那么你可以通这个图形化工具, 来启动或禁用超级管理员账户, 我们点击搜索, 输入Run, 点击运行, 在这个打开窗口里边, 输入这个命令, LUSRMGR.msc, 点击确定, 那它就打开了, 本地用户和本地组这个窗口, 我们在这个窗口中双击用户这项, 第一个Administrator双击一下, 那这有一个选项叫账户已经用, 我们把这个复写框去掉, 点击应用, 我们点击确定, 这个时候我们点击开始财单, 点击Hello, 这样就启用了Administrator这个超级管理员账户, 如果我们要禁用这个超级管理员账户, 我们只需要双击Administrator, 选中账户已经用这个复写框, 点击确定, 我们再点击开始财单, 点击Hello, 你看Administrator这个账户就已经不见了, 已经被禁用了, 那我们还可以通过另一个图形化工具, 叫本地安全策略来启用和禁用超级管理员账户, 我们在搜索框里边输入secpul.msc, 在这有一个选项叫secpul.msc, 点击这个选项, 就打开了本地安全策略这个窗口, 在这个窗口的左边, 我们点开本地策略, 点击安全选项, 那在右边有一个选项叫账户, 冒号管理员账户状态, 双击这个选项, 那现在他选择的是以禁用, 我们点击以启用, 点击应用, 这时候我们再点开始, 点Hello, 现在Administrator这个账户就被激活了, 那如果我们要禁用这个超级管理员账户, 只需要在这选择以禁用, 再点击应用, 点击确定, 点击Hello, 超级管理员账户就被禁用了, 最后感谢您的关注与支持, 欢迎您在评论区里留言, 若感兴趣, 欢迎订阅付费专区成为会员, 解锁更多Windows深度知识, 实用技巧和独家经验, 谢谢您的观看, 我们下一个视频再见。